微博这边感觉是想来打的 看这个样子是想来打的 这终于先手到了完了 阿里直接被秒了 这不是看得到吗应该 这边然后直接又一闪到了 扫粉扫粉直接将闪 这边开始黏着晒着晒 一个被一动住 但奥安这边过来了 给个大要不行 这边一个QQ到安乐 这边一个大的非常不错 还好鲁鲁来了 那这边好像打不过 那没有一个大 又击飞两个 这边被有人全砍死了 在干嘛呀安乐啊 不这个眼不是看得到吗 不是 那个眼不是看到了 终于都已经消失了吗 我血压上来了兄弟们 我真血压上了 给个回放呗 很急 我想到我想 我就想看看 他这波是怎么样 能被开的 来给个回放 快点 很他妈急 给你打钱了 是吗 回放都不给看 我操 这也太难玩了 这真的是活生生一道被锤死 中路也 中路也玩不了了 开车 开车 这早就已经消失了 兄弟 这他妈怎么看得到的大先锋吗 猪女人没了 他在干嘛去了 你告诉我 你这个位置怎么可能被开呢 你手不应该是按在R上面的吗 看你扔大过来 直接R走吗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是 双人路来到中路 一波 直远是杀掉了一个猪女 这边 骚粉捏 这个Q也不知道干嘛 被绿毛 和Light过来 直接又给杀了 这是他又要死啊 这个位置 就是感觉啊 又是追着一顿暴打 哎 我跟你们说 就这么打啊 阿乐打完热晒之后 如果他这 如果他下巴还是非常精彩的发挥的话 阿乐打完打完热晒之后 我觉得我觉得威武已经无了理 我这么给你们讲 我觉得威武也赢不了你们 这时候阿乐心态 因为你妈老子热晒都给干了 还有谁 你知道吗 自信到爆棚 我只能说自信到爆棚 这边 这边 安德尔 这个位置要被单杀了 哎 是有精神 开了个精神大 骚粉再测一枚了 安德尔这边还要交一个闪现 开W的闪现走了 应该不追了 这么夸张吗 能这么肥吗 18分钟 日炎夹破败 都因毕 永恩 比上马鳄鱼还肥 这边有没有机会 一到没有机会 这边安德尔是一了个绿马 你在干嘛 这边骚粉在旁边 特意看见一个猪女 那猪女比他高了两级 然后这边永恩也来到正面 这干嘛想打团吗 微博想打团吗 拿什么打 你告诉我拿什么打 拿2比0打吗 奥恩直接开一个大大的幻风 闪现一个大堆密 这边 搭起来两个带 一个一直也走了 把魏带回来 魏这边应该是没了 因为假设瞧死奥恩 这边还要瞧幻风 幻风还好被鲁鲁给个W 可以走自己 这边已经被逐个击破 猪女已经又追死了一个阿黎 然后这边魏 在这里捏着一个Q带 在欢忙匆忙逃窜 但是感觉他这把挺难化身的了 这边一个大大到了一个位位置 位秒大龙没了 拖不住了 李宁这个队终结比赛的能力 还是很强的 李宁这个队终结比赛能力 是真的很强 就是我认可的一个终结比赛能力 给就是 怎么打出来优势 这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难题 但是如果说 他们能拿到优势的话 终结比赛的能力是真的很强 就李宁这个队伍 就位过来直接给大怎么说 奥恩一吹了一下 这边人头又被欢风拿下来 看一下阿乐这边回家买什么装备 我觉得应该是破剑者 对我觉得应该是破剑者 这把就单待待到底了 然后这边一个W是收掉了一个位 这边是4打5都打不过吗 这边欢风好像马上被点死被点的 中挤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角落 这边被全部收掉 中路的话好像是可以一波了 李宁这边 我的评价是放假了兄弟们 我的评价是放假了 尿尿去啊 尿尿去 这个康特别选OA 是我真是我没想到的 兄弟们 我赛前跟你们说 我说李宁打微博会很好打 现在你们信了吧 就我说的是有阿乐的 有阿乐的李宁打微博会很好打 我看出来 你这样的路由 你不乱 你怎么识 这个路由